唱流量 我要唱什麼流量啊 我在聽黃軒的時候 你聽了沒啊 我整個火爆起來 什麼叫發那麼大脾氣 不是你先開始的嗎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人留言說 一個知名的藝人 跟一個不知名的網友吵架 就算贏了 我也是輸 我真的是要輸什麼 輸輸輸 Supernova嗎 輸輸輸 Supernova 為近貨航黃軒台直播 港酸名氣到標Aspot的新歌 陳昕明英 不要再叫我冷靜了 叫那些人給我冷靜 不要再叫我冷靜了 叫那些人給我冷靜 不冷靜的是那些人 是什麼要讓明英製造機 微禁又爆炸啦 黃軒進來登歌手2024 獨特的唱腔 引發正番亮機的看法 有網友直指黃軒完全調配 微禁在網上留言 喊網友討論 不要對方掀起食言的舊傷疤 讓他忍不住壓起來 是這樣的 反正就在那個歌手播完之後 然後看到黃軒那邊 愛讓我死 太屌 太厲害 想到字跟字中間的間隔 我就想說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講的是像宋經那樣嗎 因為我想到的是 是這種間隔嗎 是要用這種 是這種嗎 然後我怕這個文字上面 流的好像在嗆它 難道是要像宋經這樣嗎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就特地括號說 我語氣很平和 我沒有生氣喔 因為我的語氣就像說 我有點聽不懂我們那個 什麼字跟字的間隔什麼意思 是要像 呃 宋經那樣嗎 就是我是真的 是一個疑問 在問他 是那個 是那種速度嗎 所以我特地背注說 我沒有生氣喔 我真的也沒有生氣 他回我的時候 酸我 說什麼 我相信你也懂那種 失言的什麼感覺 為什麼 火爆起來 想說 你不是要跟我討論 你問我的意見 我回答你 你還要酸我 於是就 把他罵到爆炸之後 我告訴你們 他其實有來私訊 跟我道歉 他就說 其實沒有必要 為了討論一件事情 發那麼大脾氣 我心裡想說 什麼叫發那麼大脾氣 不是你 你先開始的嗎 所以你先酸別人 你還要別人就是 暗暖住 不要發那麼大脾氣 你誰啊 不是 這種人怎麼可以 理直氣 創成這個樣子 我 我不敢相信 我不敢相信 我嚇到 我真的嚇到 然後還有 另外一個人留言說 一個知名的藝人 跟一個不知名的網友吵架 就算贏了 也是輸 你說什麼 說什麼 我會覺得很奇怪是 所以現在大家的觀念還是 你們藝人就給我乖乖的 接受所有的評論 不然會惹是生非 所以今天我就算被誤解 我跑出來解釋 然後跟網友討論 我就是輸 什麼年代了 不是宙世論世嗎 我嚇到 我要輸什麼 我真的是要輸什麼 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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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 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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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